假设我要保护的是这个范围的话 记得我们会用到一定要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确定这个范围有被保护 那通常是先把整个工作表选起来 整个选举工作表是在那个左上角这边有一个缺角的感觉 然后呢它会全选 全选工作表 按右键储存格格式 储存格式呢记得切到最右边有个保护 保护的部分的话 请你把锁定跟隐藏全部都不要打勾 锁定跟隐藏我们看到保护 储存格式里面有个最右边的保护 锁定跟隐藏不要打勾 就是里面宝石它没有打勾的状态 第一个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工作表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我需要保护的 OK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因为我要保护的范围只有这个范围 因为我只要保护这个部分而已 所以第二次呢才去选你要保护的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呢这个范围是什么 锁定跟隐藏 意思就是其他不保护也不隐藏 应该懂那个逻辑啦 然后呢再来按确定之后 按确定之后呢是不是已经保护了 不会因为你还要再配合一个叫什么 教育 你在找到上面有个什么 教育保护工作表 保护工作表里面呢 它这边有个密码 建议是要输入啦 因为如果你没有输入的话 它直接按取消 就破解了 但是如果说呢你加了密码 它以后哦 教育 我记得从教育里面保护工作表 输入密码 按个确定 好这个时候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你现在把游标停在哪里呢 停在这个储存格上面 的公式呢已经消失了 OK应该没有问题啦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如果要变更 假如说有有些老师 他可能想说我没有参加研计时数 但是我想要先篡改一下 你会发现哦 他输入一个数字之后 马上跳出什么 您要变更的储存格 或图表已经被保护 无法更改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有什么 我有保护了 所以刚刚打两个勾 一个是隐藏是指的是隐藏公式 锁定是指的是 这个范围我保护起来了 不能乱动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啦 反正以后呢 你如果要整个全部保护 你就全选 全部都打勾 那我们现在是局部保护 局部隐藏 所以呢 如果将来呢 你其他栏位会不会保护 这个编号 假如我把它改一下 3 Enter 还是可以改啊 有没有 因为我把全部先取消 只有这个范围做保护 这个叫局部保护 OK 那预设是整个工作表都保护 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直接教育保护工作表 他是整个工作表都保护 OK 所以那当然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记得切到教育里面 把它取消工作表 所以 假如你没有加密码的话 他一般人直接取消 他就直接取消了 可是有加密码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你就输入密码 比如说 你就输入 那之前就有同学 他就忘了密码 所以就问我说 老师没有密码怎么办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你的密码 就要你的提款卡密码 忘记 你跑来问我 因为这种东西是保护机制 而且 越后面的版本 他的保护机制越高 他可能变成32位元 32位元的保护机制 就是他的组合的总数量 有一千多万总的可能性 可能还更多 那现在有64位元 就是2的64次方的组合 那要多少组合 那要破解 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特别注意 所以密码你如果忘记了 那就很抱歉 这个地方就 幾乎就无解了 因为你也没办法 除非有个方法 因为之前有同学 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忘了密码 那你要看到里面的公式 像交过一招 就说如果有人保护 像人家给你的档案 里面你想要知道他公式 可是他隐藏起来 然后又保护密码 你也不知道密码 你看不到对不对 后来有一招 同学就用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Excel档案 传到那个Google的云端 那云端里面呢 有个Google试算表 你把它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里面怎么样 转换过程当中 他会把那个密码 顺便给拿掉 因为在Google试算表上面 没有这个保护的功能 所以他一传上去 转成Google试算表之后 发现奇怪了 上面的公式 全部都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另类的破解 所以因为这边可能环境关系 你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试试看 云端嘛 Google云端硬碟 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如果没用过 记得可以回去试试看 每个人都有免费15GB的空间 你只要传上去之后 转成Google试算表 里面的保护自然消失了 这个部分的话 有兴趣同学的话 可以试试看 像这边 我看一下 这边把密码加上去 1234 加一个密码 然后把它存档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另存新档 假如说我做这个保护好了 比如我放在桌面上 如果说我假设 下一次我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一打开 还是没办法破解 或者刚好这个档是别人给我的 可是我想知道密码到底是多少 我可以做一件事 怎么样呢 把这个档传到那个Google试算 不过Google裡面 你可能要先登入你的Google帐号 不过这边我好像没连网路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玩玩看 这个还蛮特别的 就是如果刚好你遇到这种情况 Google可以帮你破解 那有点像是他的 他其实不是刻意 但是刚好 他那个功能没有 他就没办法转换 所以呢 之前有同学就是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莫名其妙 就得到了这个 这个 然后当然第一个 那试一下就是破解的部分 当然就是按右键 然后上传那个档案 或者是从新增这边有上传档案 把我刚刚放在桌面上的这个档案 这个传上去 你只要传上去之后 他会帮你把Excel的试算表 转成Google试算表 他两边是相容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把它打开来 刚刚本来是保护的对 打开来看看会不会保护呢 刚刚这个地方 他会帮你把它载入进来 那我刚刚游标点击什么 点击这个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保护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保护 游标放上去 你会发现公式马上显示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刚刚 所以那个微软的这个地方 其实有漏洞 刚好被Google给破解了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你知道的话 以后啊 如果你同事给你的档案 里面有公式 可是你却看不到 但是你又想要看到 他到底是怎么写的 对不对 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传到Google试算表 把它转成Google的 试算表格式 完全就破解了 什么事都不用做 也不用密码 所以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没有那么困难 破解这个东西 所以要怎么加 知道 但是怎么破解也知道 但是这个如果不知道的人 也没办法 那也只能就是乖乖的去 自己再去想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针对你的档案 去做破解 就是去做保固 锁定跟隐藏 OK 那接下来的话 待会我们继续 再来看那个 回到刚刚的这个 Count相关函数的部分 那Count相关函数部分的话 里面很多用到的几率 还蛮大的 等一下请各位 切到 这就等于是 切到那个Count相关函数 第一个是算一下 这上面的这个范围 里面有几个数字 然后呢 几个是 几个数字 然后呢 另外还可能有几个问题吧 几个有资料的 范围里面呢 我讲知道 不管是不是数字 有资料的 有几个 然后没有资料的 比如说他是空白的 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大于10的 这里面的资料 有几个是大于10的 当然不是叫你说慢慢算 而是要用方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会需要用到 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 这个类别 可能要用统计 统计里面有个Count 相关函数 Count Count A Count Count 刚刚讲到的四个功能 就是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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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Count F 四个啊 这四个还蛮重要 以后你要算一些 资料 到底有没有存在的话 这四个 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尤其是Conif 还蛮好用的 这Conif 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不同资料 不同范围资料里面的比对 A 资料 有没有在B資料出现过 Conif 很快可以解决 后面有个范例 也许我们待会再来看 黑名单筛选 也可以用这个来做出 我们要的结果 那请各位先 试一下 然后待会我们 并且切到那个 数学函数的部分 待会再来看 然后 总共会有四个函数 好吗